从小到大,中国人都被灌输了这么一个观念,那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,退一步海阔天空,可我们并没有想清楚,这样的观念是否永远都适用呢? 在善良之人面前,忍让就是一种美德,但是,在豺狼虎豹面前,过分忍让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,被人欺负后,明智的人不会一忍再忍,而是选择这么回击。 国学精粹,指点人生,欢迎订阅山海国学。冷静下来,苏寻在新书中写道,为将之道,当先至新,太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迷路星于左而目不顺,然后可以致厉害,可以带敌。 真正有谋略的能人,他们总是能够培养一颗强大的内心,无论面对什么事,都不会惊慌,而是镇定自若,理性地思考破敌之法。 同样的道理,其实职场跟战场差不多,你身边的同事和领导,有可能是你的敌人,有可能是你的朋友,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实力和你差不多,有些人的实力却超过了你,那么,你该怎样应对呢? 足够明智的人,他会先让自己冷静下来,不会说受到外部环境和情绪的影响,从而自我慌张,做出不恰当的行为。 人在江湖,不论是被人欺负也好,还是受人排挤也罢,我们都不需要过分焦虑,要知道,唯有冷静权衡,才能够思量出致敌致策,从容应对。 估计行事 兵法有言,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这世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,而只有完全把握全局,看透行事的人,也许,和百战百胜相比,看透行事显得更为重要。 古时候的刘邦和项羽,这两人是天生的死对头,前者文武不全,可他却懂得审时夺势,而后者永贯三军,千古无二,却不懂得估谋行事。就是在行事这一点上,项羽输给了刘邦,而且刘邦不是小胜,是全胜,完全击溃了项羽的军队,击溃了项羽的心理防线,让他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念头。 为何弱小的刘邦最后可以战胜强大的项羽呢?从帝王之学的角度来说,刘邦会用人,是把权衡之术玩弄到极致的领导,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,刘邦顺势而行,将天下潮流和民心把握得死死的,而项羽却空有本事,少了看透大局的智慧。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,我们没必要做到像刘邦一般,而是需要学会一点,那就是估计行事。 明白自己是个怎样的人,知道自己能做怎样的事,同时也要把笛手的底细摸清楚。 断其一指 对付一个人,其实有这么一个做法,那就是与其伤其十指,不如断其一指。 在你冷静地思考之后,你认为这个人的实力跟自己差不多,而且他还存在得寸进尺的心理,那你就选择给予他沉重的一击。 不论在何时与人争斗,能够一拳将其打趴下,就绝对不能浪费更多的时间,所谓持责生变,拖得越久,对我们越是不利。 在这个时候,重点突破的做法便显得特别重要了。 所谓的断其一指,便是要从根源处将他给打趴了。 你针对他的七寸或者软肋,给予他一技重拳,相信他永远都会记得这样的伤痛,永远都对你抱有惧怕的想法,这个时候,你的目的就达成了。 反击一个人,就是让他失去得寸进尺的心思,打消他卷土重来的想法,同时,你也能够杀鸡儆猴,让那些蠢蠢欲动的人,不敢有何过分的心思。 借刀杀人 在三十六纪里面,有这么一个计策,叫做借刀杀人。 不论你是谁,有怎样的实力,只要你发现对方对你造成了极大的影响,或者他成为了你的挡路时,那你就不得不除掉他了。 如何除掉这些欺负你,或者阻碍你的人呢,那就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来除掉他。 不仅对手不会怪罪到你的头上,有可能他连报复的对象都找不到。 面对比你弱小的人,你借刀杀人,可以迅速地将其铲除掉。 面对跟你差不多的人,你借刀杀人,立马就铲除了阻碍你的挡路时。 面对比你强大的人,你借刀杀人,你也就能够让自己的损失最小化,让敌人的损失最大化。 做人,终究是要学会借力打力的,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,而借助其他人的能力,可能是无限的。 伴猪吃虎 如果你觉得断其意志,或者借刀杀人这样的做法过分残忍的话,其实你可以做个简单且低调的人,装成善良的模样,迷惑别人。 别人欺负了你,你认为自己无力对抗,你也不想耍什么阴谋诡计,那你,直接就可以避其锋芒,偏居易于, 对方觉得你弱小无能。有些人看到你弱小之后,他可能会不再重视你,而是将目光转移到别人身上,这个时候,你就能够默默地发展自己。 装成一只毫无威胁的绵羊 也许你本身是头狼,可当你装成绵羊之后,你会发现,你做起事来,会更加简单且自由了,因为每个人都会对狼存有提防之心,而对羊过分轻视。 找寻时机,扮猪吃虎,闷声发财,或者在关键的时候重创对方,这,便是披了羊皮后的好处。 做人,虽然说,不该有那么多的谋略和算计,不过,在江湖这个名利场上,你不伤害别人,别人也会来伤害你,如此,适当地回击,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。 斩草除根,过分忍让,这是不可取的,因为这会消磨个人的志气,过分盲目,这也是不可行的,容易被人套路,中了别人的陷阱。 在对付一个人之前,我们需要在股默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分析,看看自己该选择怎样的做法,该制定怎样的策略。 如果你发现对方的实力跟你差不多,甚至能力比你弱,那么你就可以采取雷霆万军的攻势,让他错不及防,最后将他给踢出局。 在这一点上,我们要记住,千万不能给对方有喘息的机会,唯有压着对方打,让对方根本毫无反击的空间。 我们才能确保未来的安稳,更重要的是,要斩草除根,以免春风吹又生。 如果你发现对方的实力比你要强,那你最好的做法,并非在他面前忍让,而是要回到角落当中,让别人发现不了你,而你,也能默默地积累实力。 这样的做法,跟过分忍让,有着极大的区别,回到角落积累实力,是为了厚积勃发,成为一把暗中的尖刀,而过分忍让,则是消磨了自身的锐气,少了自身的勇气和主见。 面对那些欺负我们的人,我们能反击的时候,就得不留余力,避免对方有卷土重来的机会。 而我们不能反击时,不妨做一把背地的尖刀,在关键时给他致命一击。 持续强大。 面对别人的欺负,无论是选择看透忍耐,还是巧妙地回击,这都有一个前提,就是自身的实力必须足够强大。 你看在学校,那些学霸是不是就没人敢欺负他,在公司业绩最好的,是不是也没人敢欺负他。 所以如果自己的实力不够强大,那么所谓的忍耐,也不过是压抑自己罢了,更别谈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了,那样的话,只会退到家里面,自己跟自己发脾气。 所以,一定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,要使自己在思维上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别人,只有这样,在面对别人的无端欺负时,才能反败为胜,收放自如。 话运无穷,在职场中与人相斗,那我们就得做到这么两个字,便是厚黑。 如果你是厚黑之人,相信你可以去到更高的位置当中,有着与人争斗的资格和能力,相反,如果你不是厚黑之人,那你还是平淡一生就可以了,千万不能与人争斗。 对此,很多人会说,做人厚黑与否,为何会有着如此大的区别呢? 因为厚黑之道,那是进取之道,而所谓的善良之道,那是教化之道,这两者,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。 你在公开场合,自然要走善良的路线,做人善良,才是真理,相反,在人与人的斗争时,别人向你进攻,如果你还是善良如旧,那你就会被人欺负,被人牵着鼻子走。 何为厚黑之道呢?那就是脸厚心黑,脸皮要比城墙厚,内心要比煤炭黑,这两者,就是斗争中的取胜之道。 别人骂你,你不要有任何的情绪波动,而是要保持厚脸皮,表面上给人一种坦然自若的感觉。 而且,当对手出现纰漏之后,你就要抓住他的七寸进行攻击,千万不能给他留有余地。 厚黑之道,看似充满了人性之恶,可实际上,他是安身立命的有效之法,能让人一生受益。